那这张图通常我们都会 由大到小的一个排列方式 所以依照什么 这边这个字好小 但是我还是要讲给你听 搜寻 搜寻依据 四个字 这个是搜寻依据 然后 搜寻依据 以谁 以销售额 销售额 然后递减 递减 好 我把上面这张图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下面这张图放大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咯 首先 首先你看 2020年 虽然我们的技术跟家具 好 看到它是主要主要的一个成长 是技术跟家具 好 那在技术里面 在技术里面 有看到吗 主要是这一个 复制器 跟什么 电话 在成长 那如果是家具呢 好 可以看到 还是这个 这个 椅子跟书架 的成长 所以 所以主要互动式 的分析 在讲的是 这件事 所以我想从 这以上的简单的介绍 你就可以了解 互动式 但是 这边的互动式 做的还不是 非常非常的到位 为什么呢 你没办法看到它的一个成长 你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是跟平均值来做比较的成长 所以呢 我现在 我要教的是 这个概念 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要给你们看的是 这一个 因为刚刚的互动式 你大概了解了之后 我们要请你学会的是 我们要请你学会的是 就是这个概念 好 首先 首先 您可以发现 这边有四个年度 四个年度 然后呢 我们主要要去看 要去看什么 就是出毛利率 出毛利率 这件事情的变化 请问 我们当然希望出毛利率 是越高越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 我们可能就要再进一步的来去分析 就是说我们把每个月2020年每个月的出毛利率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我就可能去看说 这一个 12月 2020年12月 然后你去发现说 这个出毛利率 在什么什么的纸类别是比较高或者是比较低 举例来说 在哪里是比较低的 在这个储存具 配件 用具 是偏低的 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很重要 我们来就可以针对问题来去做改善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画这样子的一张图 透过这样子的概念来去把我们一堆的数据来去做 所谓的一个解释 它背后隐藏的意义